一曼富翁马斯克被指2016年在私人飞机上性骚扰一名空姐 马斯克说这件事是完全不真实的 Business Insider星期四5月19日报道说 马斯克的SpaceX在2018年支付了25万美元 以解决一名未透露姓名的私人飞机空姐有关性骚扰的指控 该名空姐指控马斯克向他暴露自己 文章缓引了一名匿名人士的话 他是空姐的朋友 文章说到这位朋友在私人和解过程中提供了一份声明 马斯克在星期四较晚的时候发推文回应事件说 我对这个声称他们的朋友 见到我暴露的骗子提出挑战 只是描述一件事 任何不为公众所知的东西 例如巴恨、民生等等 他将会无法做到 所以他从未发生过 路透社无法验证Business Insider所提到的账户 马斯克和SpaceX没有回应路透社对商业内幕故事 或者马斯克推文发表评论的请求 Business Insider援引空姐的朋友说 除了暴露自己之外 马斯克还搓了搓空姐的大腿 并提出要给他买一匹马 如果他在机上按摩的时候 要做多一点点 据Business Insider的报道 这位空姐开始相信 他拒绝接受马斯克的提议 损害了他在SpaceX工作的机会 并促使他在2018年聘请了一名律师 Business Insider的人说 这间火箭公司和他们在庭外达成和解 其中包括一项保密协议 禁止空姐谈论这件事 该新闻网站没有透露这位朋友或空姐的名字 马斯克星期三说 他会将投票给共和党人而不是民主党人 他同时也是特斯拉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并且正处于有争议的收购推特公司的努力之中 并预计随后将出现针对我的安装伎俩 Business Insider的文章里提到 马斯克引述空姐的故事是 出于政治动机的热门文章 而且这个故事还有很多其他内容 星期四晚上 马斯克首先发表推文说 应该从政治角度来看针对我的攻击 这是他们的标准卑鄙的剧本 但没什么可以阻止我为美好的未来 与你的言论自由权而战 由最初的推文中可以看到 他没有具体提到Business Insider文章的指控 马斯克在另一条推文中补充说 而且为了记录在案 这些瘋狂的指控完全不真实 是否决定了 我决定了 这些瘋狂的指控 我决定了 这些瘋狂的指控 受伤判 这些瘋狂的指控 决定的指控